顶尖高手1v1battle 今天这期视频不得了 两大天花板一绝雌雄 主角分别是对掏天花板重货 两届黎默追猎杯冠军 身穿木乃衣的是顶尖突击手七木川 臭名山追猎杯对掏杯冠军 双方之间的每一波拉扯都是教科书级别 比分来回追赶谁也不甘示弱 第一回合七木川一波向左跳枪 拿下一杀地点M城开放楼 作为进攻方迅速拉响手中雷纵货 主动出击提前枪扫射预感不妙 立即退到门后通出一辙 七木川被炸掉三分之一血量 纵货翻穿而下一波妖射拉平底分 接着第三回合抓住反应时间差 纵货再次打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第四回合不按套路出牌 拉响手中雷听声而动 比分来到了3比1 双方展开听声变位 一时大比拼 哇 这颗雷规避及时 纵货也准备回进一颗 顺势跳下一楼就在自出的瞬间 自己也小受伤害 果断拉开距离分散一颗烟雾 争取打药的时机 可是七木川这边也迅速锁定位置 好一颗精准锁雷 但是这波又被纵货抓到了破绽 以静自动细节操作 七木川随即还以颜色 接着再来看这波给到了十足的压迫感 4比4拉平比分 双方之间你追我赶 二人互换位置 纵货不停用提前枪试探 5比4来到了上半场的赛点 纵货的顺爆雷再次精准制导 5比5暂时平局 接着来到下半场 二人互换攻守方 比分会拉开距离吗 请继续往下看 这颗顺爆雷似乎要有了 3 2 1 哎呀 炸到了自己 纵货再次以领先的姿态展开攻势 二人来了一波近战 腰射对抗 再看第13回合 你追一分 我拉开一分 原来这就是顶尖高手 比赛开始 第14回合 二人对峙了2分半 青木川的血量一直处于被动 直到电网的收缩 才帮回一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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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货马枪被顺暴雷带走 7比8青木窗实现反超最后的5回合 能否继续保持领先 取得本次对决的胜利 一起拭目以待 比赛开始 比赛 比赛 比赛开始 比赛 比赛 比赛